第3世 多杰昌佛 那么第3世 多杰昌佛 上面讲的空性与世上 你们听懂了吗? 很难吧? 这是对大学问家用的高深讲法 虽然在座的有教授学者 但也难听懂吧? 所以我不能用学问哲理的语言 来和你们讲 你们听一下就知道了 为什么祖师们讲的语言生劫 成了大家难以理解的教法论学 所以很多人学了等于没有学 原因在于看不懂 现在我再用浅昌的文句说法 同一理解的空性与世上 与前面所讲的那一段离作对比 你们就知道高深的难懂 浅显的易懂 现在开始讲空性与世上第二例 我要告诉你们的这个空性 不是指我们眼睛看到面前的这个虚空的空 那么这个空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样子形象呢? 我要告诉你们的这个空性 就是佛陀的发生 而不是虚空的形象作为性 发生是没有形象的 因此用什么来比喻表现 都不恰当 都不确切 原因在于空性 它没有形象存在 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 但总得要讲出道理来吧 所以要用一个文句 或名词来代理 代理什么 代理无相体的表示 什么才没有形象呢? 当然最好最恰当一些的 只有空了 因此就只好将佛陀 用空性意志来代表立词 空性是不生不灭的 也就是说 没有生或死 每一个众生都具备有空性 而且是与佛陀一样 没有差别的空性 也就是说 众生都具有与佛陀同样的佛身 众生虽然个个都具佛性 但是由于无耻业染障碍 拿被业力挡住了 盖起来 所以未能开悟见性 看不到自己的佛性 就这样长期将你盖住 处在生死无名烦恼中 因此才是众生类 什么叫做世上呢? 世上就是世间上的一切 有生 有灭 有变化的事物 包括超越事物的精神 灵智深色部分 乃至于有色和无色的 一切无常类 有变化的所有一切 世上又称有违法 有违法都是有生有灭 所以世上都具承住怀空的 也就是说 有存在 有现实安住 有怀灭 有灭后之空无 凡是所有的一切世上 都属于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 生法的景 所以 尘又称为尘景 世上是由六根 执着六尘 假有幻化出来的幻有所存在 对景的假有现象 六尘是牵制六根的外主子 也就是说 六尘紧紧牵着六根不放 六根相对 也紧紧抓住六尘 不离开 如果你们的六根 无执眼六尘时 空性本言不动 当体即性 这个性就是佛身 如果六根不抓住六尘时 六尘就成了幻化 无用的了 这时当下就是我的佛身了 在佛身现前的时候 六尘也就空了 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而是无执我 也就是说 于不执着 而不取空 亦不落有 这个当下根尘都是一体无外的 由此深入正悟 让我们明白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受上行色 五吻皆空 不是离开色去取空 亦不是离空去取色 于吻空制 当体便是佛性真语 佛身 空性与世上的关系 对误道者而言 是一体无分的 而对未有误道的 凡情众生而言 则是两个不同的 现象概念 你们现在听到这里 与上一段讲的 虽然是同一个理订 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说词 高深哲理性的论语 你们听了坐飞机 听不懂 或者很难听懂 但是现在平淡的摆谈 就很容易理解了吧 因此我这一次 借心经说真谛的说法 都会用平淡的摆谈 来跟大家说法 目的只有一个 为了让人类众生听懂 利益大家 誤道成就 如此 人类众生 自然利益六度众生 所以 一切皆为利益三界六度众生 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 今日就功读到这里 无限感恩 那么第三世多结昌佛